最后来关心气象的状况 气象局表示说台湾这个星期 受西南气风影响了 星期一、星期二水气少 东半部是要留意高温和防晒 星期三开始受低压带影响 各地的水气会变多 东半部要留意剧烈天气 例如是午后雷震雨 一直到周末雨势才会趋缓 因此民众出门还是要带雨季 中央气象局表示 本周围失情失雨的一周 周一周二受西南风影响 中南部仍有断断续续降雨 东半部则是以山区午后热对流雷雨为主 提醒到山区活动的民众 务必留意午后天气变化 气象局也针对花联发出 连续三日36度以上的高温橙色灯号警示 我们一直有西南风 就是因为最近都是有台风 所以整个台风把南海的水气 然后带着西南风带进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周的天气 整个环境场还有气压梯度 还是一个吹比较偏西南风的一个景形 这一周的温度其实还是蛮高的 没有下雨的时候 或是近中午的时候 没有云的时候 温度还是其实蛮高的 我们可以看到说 在14、15的时候 天气大概就是比较偏向于 晴时多云的一个情形 我们刚才说过了 在16、17、18的时候 因为被风可能 风可能会比较大一点点 然后被风吹过来 会有一些水气进来 所以午后可能会产生一些热对流 然后产生一些局部的地方 会有一些对流性的午后雷震雨 或是午后震雨的一个情形 然后到19、20的时候 周休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天气又是一个比较晴朗的天气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高温 其实都蛮高的 就是下雨的时候 温度会比较低一点点 然后没有雨的时候 温度大概都31度 周三至周五 仍受西南季风影响 东半部水气增多 降雨范围扩大 大雷雨及剧烈天气发生几率高 周六周日水气减少 天气恢复晴朗稳定 午后山区仍有局部雷震雨 提醒民众出门做好防晒 并留意山区天气变化 接着蒋邦彦宏林斯报导 接着蒋邦彦宏林斯报导